岳阜还有很多地方坑挖不平 你们平日习武演练很容易受伤 还有这多拱 受力也不对 喂 李二郎 我知道你就是想离开那位府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无妨 你忙你的 我就随便撞准 把他关到大牢去 是 等等 别伤着他 是 有什么事 我夫君百里二郎在里面 我来带他回去 那位府乃教药重地 外人不得善入 你们府里的岳华君是我的朋友 劳烦通报一声 百里府的柳七娘有事求见 岳华君不在 不在 那 那你们那位府拘禁我夫君 他可是犯了什么律例 若是没有 你们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呀 这惶惶神都 圣人脚下 你们那位府做事情 总有道理吧 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我夫君可还安好 若有消息需要告知家眷 自然会有人通知你 娘子请回报 进去吧 吃的喝的少不了你的 岳华君发话之前 老师在里面待着 广门 是 贝勃君 我是那天在天香楼的礼稷 那个胡人不是我杀的呀 我是被冤枉的呀 你还在这儿伙伤的 我还真是 什么都不贵员 在这里 我来 你也很太想 真是 严格的 我不会是推了他一把 甚至他当场倒地不起 还蹊跷流血 滚 这能是我打死的吗 蹊跷流血 我阿爷买通了吴作 吴作说他那藏禁服 你说这能是我打死的吗 内上禁服 杀吃蛇毒 人福之利死 外表无异 藏福惊毁 杀吃蛇毒 产自西域 毒性诡异 活人扶植吏死 此人身体可有外伤 吴作说了 说他身上只是内脏腐烂 像是死了几十天以上的人一样 那就少呢 应该也没有 我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患病之人 看来又是杀吃蛇毒 什么毒 你可知道这活人叫什么名字 实际在何处